网红耀乐日前自爆 在16岁时曾经和炎雅伦交往 之后遭到睡梦中印上 以及偷拍私密影片外流等等 让他五年来身心受创 21号更大动作召开记者会 面对炎雅伦本人到场突袭道歉 耀乐似乎是无法面对而低头痛哭 记者会还一度中断 之后有许多网友认为 炎雅伦这种没有考虑到别人 突然跑到现场道歉的行为 根本是对受害者的恶度伤害 但耀乐方面却也被爆出多项黑历史 在网上掀起了两派争论 有网友在爆料公社指出 耀乐私下曾有过调色交易的诈骗 原本开出约会六次五万四的条件 最后只约会一次就被对方以各种理由推脱 最后甚至已读不回 让该名网友气到要提告诈欺 另外还有网友爆料 耀乐一次被包养却又不敢承认 且私生活非常精彩 空床期极短或是非单有重叠等等 更有网友称耀乐以自己的私密影片做担保 向网友借了30万 后来影片外流 耀乐反告债主 散播猥亵等罪名 最后债主只好认赔60万 并向耀乐道歉 众多爆料一出网友也涌入他的IG 要求他针对这些事从免说清楚 怀疑颜亚伦根本是被预谋陷害 而颜亚伦受到此事影响 不只代言被下架好几个 原定要担任今年金钟奖主持人的部分 也传出要遭到撤换 不过主办单位对外表示 还是要等后续正式公告为主 目前还不确定